尼古拉斯凯奇这些年到底拍了多少奇怪的电影 比如这部吸血鬼之王真的太疯狂了 你们觉得空穴真的会让一个人疯狂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琳,我是琼哥 今天电影的男主是一位暴摄的经理 高带英俊又收入稳定 生活在大都市纽约 久而久之男主向定气接受心灵医生的辅导 而平时排行计目的方式就是泡巴 这天他约上了一位性感的黑妹 两人相谈圣患,一拍即合相约回家干大事 可才刚进入到正体 一只蝙蝠突然传进了屋子 黑妹吓得一蹦三尺膏 男主赶忙拉开窗帘检查 可蝙蝠居然还站 黑妹尖叫的抱着衣服躲在了门外 但小小的蝙蝠阻挡不了 两人躁动了心,两人换了个地方 第二天,男主要求秘书帮自己寻找一份1963年的授权合同 因为年代十分久远 想要找出这份合同可不容易 随后男主去见了心灵医生 医生看出了男主的不对境 表示你不应当对一些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直纠结 而男主连自己约妹子回家 被蝙蝠袭计划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 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 来到办公室的男主又把气杀在了小秘书身上 因为他没有找到合同 夜晚寂寞的男主又来到酒吧撩妹 这回跟男主回家的妹子竟然咬住了男主的脖子 男主也变得迷迷糊糊了 可清床醒来,男主的脖子上并没有伤痕 心情大好的男主断着两杯咖啡 走进卧室 当他递出咖啡时 床上却哭一人 妹子跑哪里去了呢 随后之前那名黑妹约男主看话长 可男主却默不作声地独自离开 黑妹生气地打电话 大骂男主人渣 并表示今后不再联系 周二,男主暗时与心理医生见面 但医生学问男主周末过得如何时 男主却回想不起任何犹豫的事情 回到办公室的男主又开始处理公务 当他得知合作方打来电话时 立刻叫来小秘书弄买一顿 因为合同既然还没有找到 但合作方都打来电话了 小秘书赶忙解释 因为手头的工作太多了 没有想到合作方客气地表示 不用着急 因为年代久远 寻找合同难度一定很大 自己已经到达女约 等暗断好一切后再来拜访 然后男主却觉得 对方是给自己下最后通牒 如果这周没有拿到合同 就会终止合作 找新的代理商 于是男主再次发表 并让他赶紧滚回去 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 心理上的孤独工作上的压力 一切都让男主变得敏感暴躁 下班后 男主拨通了黑妹的电话 拼命道歉 并表示自己真心喜欢他 不告而别 是因为自己得了奇怪的疾病 看在男主主动认出的份上 黑妹答应了邀约 然后就在男主整理一笼 准备出门时 却被麻烦的声音给吸引了 可打开门后 却空一笼 男主又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当他正准备离开公寓时 吸血鬼美女从路上走得下来 他表示自己才是男主内心最爱的伴侣 男主鬼使神差地跟着吸血鬼 回到了公寓继续滚床单 而被爽怨的黑妹决定彻底 蚱蚱划清界限 而男主越适合吸血鬼接触 他的精神状况也越发到失控 这天 他居然冲出了办公室 跳到桌上指责小秘书 吓坏了的小秘书立刻逃跑 没有想到男主一路紧追来到了女厕所 在旁人的指责下 男主立刻清醒了过来 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的羞愧 小秘书表示 自己真的已经全力工作了 若是男主再这样 他会用自己皮包里的手枪保护自己 男主立刻诚恳地道歉并转身离开了 而他的挂灰设计 不久就传到了领导们的耳中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喊来男主当面挖苦嘲笑 面对这样的羞辱 男主却笑得停不下来 晚上回到家 男主在公寓门口发现了黑妹 留下一张写着 滚出我生活的字条 男主这才是到自己爽约了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甚至将家里的妾砸了个稀巴烂 并对着禁止大喊自己究竟怎么了 于是第二天 他急忙求助心理医生 医生让他说说有什么放心事 男主表示工作上 自己因为一份合同所困扰 作为一家文案公司 应该要清楚 传达了没份重要的合同 这在男主看来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医生也表示认同 但表示人总会犯错 如果有人将合同归党错的位置 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男主却对这样的假设 装起了牛角尖 他不明白什么样的人 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甚至自问医生 怎么会有这样的假设呢 因为这种事情 不可能也不被允许 男主越说越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 在医生的面前失控了 他不停的让医生 回答放出来的是谁 显然医生也不可能给出答案 男主藐视医生 并且开始害怕阳光 他戴着墨镜 走进了办公室 大家显然没有见过 这样怪的上师 不过倒霉的小秘书 又收到了老板的召唤 于是他硬着头皮 走进了男主的办公室 这回男主主都认错 单纯的小秘书 反而安慰男主不必计怀 可下一秒 男主居然要求小秘书 通下加班 找出合同 当小秘书表示 自己手上的工作真的瞒不过来 或许男主可以安排别人 或者给自己找个帮手 没有想到 男主却羞辱小秘书 是全公室 资历最低的员工 没有资格谈条件 并且自己绝对不会安排别人来插手 和帮助一个最底层的员工干活 小秘书面对这样的羞辱 却只能沉默地离开了 可希望小秘书 男主却一点快感也没有 他甚至希望小秘书 能给自己一枪 夜幕降临 男主毒气了 抱着柴哥的食物走到路上 突然眼圈的十字架灯牌 吓得他摔倒在地 路人好心将他扶起 男主却一言不发地逃之夭夭 回到一片狼爵的家中 吸血鬼再次出现 精神黄昏的男主 显然无力抵抗 他任由吸血鬼 蛊惑自己 甚至献出的脖子任其吸食 而清澈 男主又开始自言自语 原来吸血鬼只是男主的幻想 当他在理智和疯狂中徘徊挣扎时 吸血鬼成为了他走向疯狂的最好借口 接受自己是疯子很难 但如果因为被吸血鬼迫害 而被迫成为吸血鬼 变得疯狂 也就不那么痛苦了 于是男主一路心情大好 来到了办公室 却发现小秘书请了病假 发疯的男主就能打车 前往小秘书的家 老板的突然到访 将小秘书给吓了一跳 可此时的男主满面笑容 小秘书于是着重解释 自己昨天加班到一点 依旧没有找到合同 十分抱歉 男主却改多多逼人的态度 甚至拿出了感冒药 表示关心 单纯的小秘书再次信网 他尴尬地表示 自己并没有生病 并决定和男主一起回公司上班 可才刚上车 男主的态度又发生180度大转变 他命令小秘书 今天一定要找到合同 并大声地呵斥小秘书 可怜的小秘书借口下车 来到了弟弟工作的加油站 要求弟弟给自己一些指挡 然后弟弟只觉得姐姐 有些精神紧张 弟弟拿出了一些空包挡 交给姐姐 等待期间 司机大爷向男主展示了 自己贴在车上的照片 照片中 大爷满脸笑容的拥抱自觉的妻子 即使已经白发长长了 但大爷表示 有爱才有工作 工作的动力就是源自于爱 生活也一直如此 终于回到了公司 小秘书任命的开始工作 男主却越发疯狂 在他的眼中 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吸血鬼 可又害怕被别人发现 于是他退掉了一切客户会面 当所有人都下班离开公司 小秘书终于找到了合同 他开心地敲门通知男主 可此时的男主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打开门 告诉小秘书 一切都太迟了 小秘书当然不明白男主的意思 可眼前的男主 癫狂怪语 小秘书吓得杀腿就跑 男主一路紧追 被逼到墙角的小秘书 掏出了枪 祈求男主不要侵犯自己 精神失常的男主 确实逼迫小秘书向自己开枪 可想要致面对分子 小秘书常遭拉手吹花 当男主清醒过来 起身想要制枪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没有用 这让他更加确信 自己就是吸血鬼的身份 于是他一路纷纷电电的跑回的公寓 并将沙发倒扣当作棺材 白天他拉紧窗帘 睡在自己的棺材上 长时间的未进生 男主感到饥肠碌肉肉 到了夜晚 他独自来到了小商店 购买吸血鬼假牙 可惜因为经费有限 只能选择廉价的塑料假牙 戴上假牙的男主 变得更加的怪隐 突然他被公共电话给信 也许是长传的离子 促使他拨通了心理医生的电话 听见对方的声音 他立刻祈求 希望能够提前约访的时间 感觉到男主的声音不太正常 医生将时间提前到 这一早上七点半 挂断电话后 男主抓走了路边的鸽子 一路跑回了公寓 虽然男主行为怪 却没有人因此停下脚步 或者多看一眼 回到家中 男主活通了鸽子后 满足地躺进自制棺材 直到夜幕降临 闹钟响起 男主穿上了西服 戴上了假牙 一路冲进了酒吧 人群众依旧没有人看出 男主的不正常 他瞪大引进 在无耻中寻找利物 就在此时 他找到一位 独自坐在沙发上的女孩 看着戴假牙的男主 女孩甚至觉得滑稽可爱 可当他意识到危险时 已经来不及了 男主一口咬住了女孩的脖子 人生顶沸 没有人注意到这可怕的一幕 直到女孩失去知觉 男主满嘴嗜血的起身 依旧没有人察觉 走到舞池边上 男主告了一声 倒在地上 吸血鬼的身影再次出现 然而这次 他表示 厌弃了男主 并决绝地离开了 可怜的男主失去理智 冲进人群中 想挽留对方 没有想到真正的 狮子头美女 这和男友在舞池中跳得活热 男主的突然出现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最终 想要纠缠的男主 被保安丢出了门外 而中龙也只当男主 是一个当年发狂的 可怜虫罢了 清晨感觉一无所谓的男主 越发疯狂 一心求死 他拖着目光 在路上示红 却不知道 小秘书的弟弟 正带着姐姐来找男主算账 只见男主 对着鸡脚 自言自语 在他的想象中 自己正和一声约谈 他感到自己需要的 并不是没有用的心理治疗 而是一份真挚的爱 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爱 除了自己 他拼命寻找 也惊醒自己能够拥有 听到这里 医生却大笑了起来 并表示 男主应该早点敞开心扉 因为自己正好有一个 和男主一样的女病人 说着就将对方迎进给了男主 两人短暂的交流后 男主觉得 这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女 于是 他带着想象中的女孩 一同回家 两人一路交谈 但却因为吸血鬼的话题 发生了争执 他一路回到了公寓 却没有看见 小秘书的弟弟 也为谁而来 因为男主还在 与想象中的女友争吵不堪 最终他将女友赶走 并表示 看性力上还是适合自己 当小秘书的弟弟 走进屋子时 却看见 躲在沙发下怪的男主 只见男主举起木板 弟弟干脆顺势 把男主将木板 插进了他的身体 最终男主独自 倒在一片蓝鸡的屋子里 凉凉了 可能直到生命的镜头 他就觉得 自己是一个 人人喊打的吸血鬼 而且这部电影看起来 不仅疯狂 更是不可思议 但却实实在在的 展现了一个 都市白领寂寞可悲的人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